哈喽 大家好啊 今天啊 咱们呢 再来仔细说这个片群掌 片群掌是成派八卦掌的核心基本功之一 它的运动方式呢 是从这个力量的源头开始 通过咱们这个脊椎作为一个力量的主传动轴 然后把这个力量通过传动轴传达到四肢 最后呢 再达到咱们这个手脚稍结 它这个运动轨迹啊 按照现在来说也叫动力链 千万不能反了 如果你是手带中身体的话 那么你这个力量就是局部的 如果你是从力量的源头节节贯穿 一节一节的到达手 那么你这个力量它才是一整的 你在这个单位时间内 你所参与的单位越多 你的这个劲就越整 而且呢 你的力量也就越大 武术呢 叫功力 在咱们这现代运动学里边 这个就叫力 力的种类才叫劲 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分清 闲话都不多说了啊 咱们就仔细说一下这个片圈掌 之前呢 有朋友私下里给我留言说 它现在呀 还停留在这个片圈掌的阶段 没关系 这个呢 咱们精益求精 你练到哪 咱们就说到哪 首先啊 你要想把这个片圈掌练好了 八卦掌这个掌型一定要记住了 这个是不变的 为什么这个掌型这么重要 首先啊 这个掌型 如果你把它做到的话 你手指稍结末端 看到这个掌型没有 它是有一个延展性的 它不是在这撑着就不动了 它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看似不动 实际上它内在啊 这个内部它是有作用力的 而是在这个外形的基础之上 还有伸展 生发的这个劲儿 这个是片圈掌 它的一个细节 如果你这个没有做到的话 那么你的手在做这个的同时 你呢会少了一些劲儿 然后咱们再说 不管你的手做任何动作 都是这个主传动轴力量的源泉 通过咱们这个肢体到达这个烧结末端的 那么我现在就来做一遍 我的手呢 在做的时候 手并不是主动回来的 八卦掌里边有一句话叫 后肩改做前肩成 这里边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不管怎么动 我中间这个传动轴 我没有前仰后合 我也没有左摇右摆 而且我的胯呢 也都是保持固定的 也不是这样乱晃的 练平衔掌最怕什么 看到没有 靠往旁边一偏 以为这样就是平衔掌了 那错了 模特都不这么走路 所以呢 咱们既然练一个东西 就要守一个东西的规矩 保持住咱们这个三角形的这个稳定性 然后以中间这个传动轴为轴心 全部以它为标准 我们在练的时候 手反拧 保持住这个掌形啊 反拧 反拧还有一个规矩 在哪儿 我沉肩了 肩膀必须沉下来 手肘的肘尖必须冲下 竖直对着地面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小臂反拧 小指钻天 也叫小指翻天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这个肩膀不许耸着 还必须沉下来 走一个向下的下弧线 还得配合稍结末端 有一个一起 有一个延展性 看到没有 自然张开 靠这个筋旋拧 这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我们的手呢 不管是回来的时候 还是怎么变 不许超过这条中线 这是一个中心线 然后 我的手如果想要运动 我的腰必须先动 靠转动腰带动手臂 我的手臂不是主动回来的 是靠转动腰 先拧挤住 手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手臂向后实在动不了了 怎么办 手放松 以这个 这边这个手肘尖 以它为一个支点 盘旋出去 手臂反拧 反拧的是吧 不要高了 也不要低了 自然而然的 尽量保持一个水平 然后 靠转腰 把手拧过来 再靠转腰 再把手拧过去 再靠转腰 再把手带回来 整个过程之中啊 手只想着离心力 不要想着向心力 向心力回来之后呢 你就丢劲了 我做一个完整的啊 所谓离心力 就是你不管任何一个角度 360度 你都要把这个轨迹做得饱满了 不能说有一个脚突然到这儿回来 你回来我是扁着回来的 手如果扁着回来 跟饱满的回来 你看这个感觉一样吗 是吧 到这儿 啪 我撤劲了 是这个感觉了 然后我把这东西做标准之后 它是一个很饱满的一个感觉 我再换一个角度 怎么样 这个就霸气多了吧 所谓不顶不丢 不能出尖 也不能扁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回来的时候 你到这儿扁了 没用劲了 那么你前面这一片区域 你都没有达到 如果对方攻过来的时候 你从练习的当中 你就没有攻防的这个概念 在动手的时候你会吃大亏 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养成习惯 就把动作做的标准 那么以后呢 你会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攻防 还有这个防护的习惯 这个对你之后练攻防是非常有益的 然后片圈掌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地方 我们光注意身体躯干跟手 这个单调的这个关系了 然后不单调的在哪 不单调的在后边肩胛骨 如果你把身上的每一个地方 你平时很少活动的地方 这个功能你都给它开发了之后啊 你会发现人体呢 它会有很多很多奇妙的这个功能 首先你的肩胛骨打开了 你的这个肩自然也都开了 这个也是我们武术里边说的 有一个叫开肩 开肩呢除了你这个活动范围 还有就是你的活动角度 那么我的手 这是我延展开的 这是我把肩胛骨放回来的 别看就这一拳的这个距离 然后我再放在这 一拳 一拳 这个距离 看 挺明显的吧 就这点距离 它在你出拳的时候 还有在你做动作的时候 它呢会影响到你的发力 它可以让你的力量呢 传导的更流畅 所以武术啊 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通过基本功 开发身体的这些功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完整的 做一遍片旋掌 首先我们还是从起始开始 我在做的时候 首先转腰 拧动我的躯干 带动我的四肢 然后手现在是让出去的 让出去之后 还是靠转腰 拧挤住 把手带回来 然后转腰 拧挤住 再把手带出去 最后再转腰 拧挤住 把手带回来 我连续的做一遍啊 一 再做一个 二 三 好 到这儿 你看 我没有超过这个中线 练什么 必须要守它的规矩 这还是单手的 左右手都是一样的啊 全是靠拧挤住 然后再说双手的 双手的呢 跟单手的 它有一个差别 差别在哪 我们在双手的时候 看啊 我先做一个完整的 大家发现 我这个手 是不是有一个 明显的高度差 对吧 从这儿 到两肋 到肩膀 到头顶 再回肩膀 再回两肋 它是有一个 上中下的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差呀 嗯 它是由于咱们这个脊椎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它有一个波浪型的运动 有开有合 由于衣服的缘故啊 它这个有一个遮挡关系 实际上在做这个 双手片拳的时候 脊柱是有一个 波浪型的运动的 从最下边开始 到中间 到最顶端 它有一个波浪型 这个时候 我们的肩胛骨 是收 肩胛骨合 这块呢 可以夹住一个硬币 就是我们这个肩胛骨 咱们从这儿开始啊 肩胛骨是收紧的 然后肩胛骨是打开的 肩胛骨又收紧了 肩胛骨又打开了 这个动作 你看似练的是手臂 实际上并不只是手臂 它练的是脊椎 还有肩胛骨的开合 这是片圈掌的核心 然后咱们再说左右 双手 我可以单独练片圈掌 左右手都可以 然后呢 也可以同时练片圈掌 我甚至我可以打乱这个顺序 我双手交替左 我从左边 然后再换一个方向 换 从右边片回来的 八卦掌啊 手和脑搭配呢 是非常密切的 而且呢 也非常的灵活 我不一定非得要用哪只手 而且八卦掌 学以致用 我不光 我说练的时候 我可以运用自如 我在用的时候也可以 咱们呢 在攻防的时候啊 都会有一个距离 首先 大家看电影啊 李小龙的电影 从脸到远处 它有一个距离 对吧 这个 你拳头 距离脸 有多远 就是 你跟对方的攻击范围 这个攻击范围 是你能掌控的 为什么 你的 从别人打中你 到你手能打中 你只有这个距离 那么片圈掌 他在练习的时候 他也是一把尺子 当我这个手 在这盘旋的时候 我这个手指尖 所能划过的范围 就是我攻击到的 最远的距离 然后 咱们再说八卦掌的 这个定势啊 起势 我不管我怎么练八卦掌 我不管我练哪一式基本功 我的手和脑都是要配合的 我呢 都要有距离 有角度 有时间差的 通过片圈掌 我们可以测量自己 跟对方的距离和角度 因为片圈掌的角度 是360度盘旋的 无论高低 它都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测量工具 我之前还录过一个视频 视频里面 我手 我不管怎么去抹 怎么去带 这一个范围 都是我手最远和最近 大概在手肘这个位置 我最近我能发生力的 这个地方 你看 它呢 都是有一个范围 有一个角度差和时间差的 你经常练这个双手的片圈掌 如果你能主动把节奏打乱的话 像这样互相交替 然后又同时 最后又单手 然后你还能随时衔接 这个对你的手脚 还有你的协调性 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 片圈掌 它不光只是外形 这个虽然也是核心动作 但它不仅仅只停留在动作 它的核心内容是 开发你身体的功能 还有你手脑 以及一些协调性的配合能力 这个是片圈掌的核心 再插播一下 这个片圈掌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我不光可以这样温柔的脸 我还可以发力的脸 比如 刚揉并济 我不单可以揉 我甚至还可以 我突然刚都可以 它是一个活学活用的东西 我不光要刚 我还要揉 我还具备韧性 这是片圈掌的一大特点